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其他人也是如此 没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难道服饰是东拼西透而来 最让人喜欢的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装扮了 堪称玄幻居的范本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种 无论是白剑这样的主角 还是东华帝君这样的配角 每一个人都是仙气十足 从他们的服饰来看 非常的简约 没有花脸胡哨的东西 然而就是这样的简约 却让人感觉仙气十足 其实最美的装扮就是这样 越简单越美观 武动乾坤正好相反 花花绿绿的 各种首饰都有 给人的感觉很像古代的草原木族 不符合飘飘欲仙的气质 玄幻剧最重要的就是演员 剧情都很很精彩 但是服饰充斥着全剧 这方面没得到大家的认可 真是分分钟钟出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